安清老师的课特别受到男同学的欢迎 大家都把她攻为女神 陈然也不例外 安清的母亲是学校的教导处主任 已经30岁的安清 是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 一直向往的书中才会有的爱情故事 而陈然出生牛都不怕虎 在一年充满着张力和戏剧性的追求下 终于打动了安清 两人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地下师生姐弟恋 可让安清没想到的是 陈然居然会在学校想他教 安老师 安老师 安老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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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起来拍照 来 拍好了 一 二 三 解释 好 拍得好吗 安老师啊 我的技术 放心了 安老师 我终于毕业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不想有任何遗憾 我爱你 嫁给我吧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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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老师你嫁给他了 给他吧 我们陈然长得那么帅 又才华很异 而且他他也对你真心的 你就嫁给他吧 你嫁给我吧 孕老师嫁给他 an老师嫁给他 安老师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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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哥 这刚毕业 又比你小八岁 还是你的学生 哎呦 现在这年轻人 怎么想一出试一出 哎 我说 他怎么突然向你求婚了 就是啊 你别以为这是激情 是浪漫 在我看来啊 这是冲动 不负责任 就喜欢这样的冲动 他会负责的 爸妈 我还有事 你们慢着 哎哎哎 你今天必须当着我和你爸的面 你表个态 以后不准你和那个小子来往了 爸妈 从小到大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听你们的安排 包括读研究生 考博士 当老师 如果今天你们非要我表个态 行 我表态 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要跟他结婚 那个人 叫陈然 哎哎哎 哎哎你快站住 你不说我的话 你会准备的 去啊 哈哈 啊 我们结婚吧 虽然安清父母对陈然没有任何爱意的地方 但安清还是不管不顾的和陈然结婚了 一切充满着激情和浓浓的浪漫出品色彩 安清甚至觉得自己终于活得像书中才有的爱情模样 三二一 拍的真好 把这张照片啊拿回去放大挂在墙上 就当咱们的结婚照啊 比影楼拍的还漂亮 秀兰 我对不起你 你好好的说什么对不起啊 让你说那么多委屈 连一个婚礼都没办法给你 秀兰不许你这么说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 只要你全心全意的爱我 有天有地 我能随时感受到你爱我的温度 我就很幸福了 我都想好了 等我读完研究生 我也留下当老师 你不是爱旅游吗 以后每年的寒暑假 我都会陪着你 去看世界 真的 好 那我们就晚两年要孩子 我要多过两年二人世界 教你开心就好 哎呦 我正好吃早餐了 跳迟到了 别早了 哎呀 你每天都这么着急 嗯 嗯 我给你打个包 等会 不不不 嗯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走啊 衣服 嗯 嗯 陈老师这是我给你带的早餐 谢谢 哎怎么又给我跨一步啊 陈老师这是我给你带的热咖啡 添短季之后 你带的热咖啡 嗯都到齐了吧 首先呢 我很感谢同学们 以后真不用送任何的早餐给我 只要你们好好上课 我就很开心了 好吗 陈老师 你说 你网络讲的让人在 咱把你从去哪里去听试听课 是不是 是 好了好了都不闹了准备上课吧啊 回去吧 来 咱把书 翻到第十六页 陈老师 陈老师 你好 你是 陈老师你这记性也太差了 哇 我是中文系一年级一班的方可可啊 哇 方可可 瞧我这记性 陈老师 我 我上次替您讲了西方诗歌 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些你推荐的西方诗歌集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雪来的西风颂 你看我还去买了一本 能送给你吗 呃这个 好书送之几 这里面啊 还有一首我自己写的歌 希望陈老师能帮我指正一下 呦想不到啊你那么喜欢诗歌 回办公室再看 好 行 陈老师 哎 下课了哎 下课了哎 我呀推进来几本诗歌 给那帮学 想不到啊现在写了首诗 让我帮他看 去什么呢 我来吧 不错了 安静 安老师 随着陈然心智的成熟和眼界的开阔 沉淀的越发有魅力 在学校追捧陈然的女学生越来越多 这也引来了敏感的安亲的不满 打电话也不接 下了课就跑了 只有六八请罪了 你这是默认了吗 默认啥呀 你说呢 不然何必请罪啊 我也不知道那书里边写了那么一首诗 何况 人家那小姑娘 这是拿给我看看 让我指正指正 没别的意思 粉红色的杏纸折成桃心状 只是让你指正 这样的套路 你当年追我的时候可没少用了 你当年给我写情诗 也是让我指正 那可不一样啊 我当年可是亲口念给你听了 强词多理 反正我可是听说 只要是你陈老师的课 那早餐都是一份一份的往你那送 吃都吃不完 那我说你何必每天还跟我一起吃早餐呢 吃到一半还得急着跑 干脆这样 每天啊我提前半个小时 给你吃早餐啊 给了吧 好了 拉女神别生气了啊 来给你了花 花 永远都是盛开的时候最美 在我心里 从来就没败 你总是一套一套 反正我跟你说啊 从今以后 离你的那些女同学远一点 保持安全的距离 我可不想在学校里听到你的任何风 言风语 知道了 我呀 一心中华家 绝不是才华家 要才 只才你呗 哈哈 这王老师的课太美了 我都想逃课像神长的课哎 只怕是罪王之义不带酒啊 你刚才写给陈老师的信 回你了 你急什么 方主任 学校里 是让你们好好学习文化知识的 请好好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 你知道吗 方主任是陈老师的帐子呀 什么 真的 好了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吧 下课 陈老师这首诗好美呀 陈老师你们帮我们 朗诵一下这首诗吗 我们想体会一下这首诗的意境好啊 好 好 这时刻 终究 会在你的记忆里 化成为 陈老师 那首诗很快 陈老师 我 他不是 那首诗是 那首诗是 在首诗是 这首诗是 这首诗是 詩歌呢就是要多讀 理解你們才能熟能生巧 好吧 我先走了 陳老師 爸媽 你們突然叫我們回來 什麼事啊 你到底想說什麼呀 陳人 你當學生的時候 可以放肆 認信 胡來 甚至搞師生戀 但是你現在為人師表 是有父之父 我們希望你啊 要注意下自己的言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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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他都知道了 可見這事情這聲響還挺大的 爸媽 這事情啊不是你們想的那個樣子 是是有一些學生 比較喜歡聽我的課 是因為他們呢認可我的教學 僅此而已了 恐怕不是僅此而已吧 安清 你也覺得是僅此而已 這件事情我跟陳燃已經溝通過了 爸媽你們就別操心了 陳燃他也不是那種人 但願如此吧 反正他也不是什麼暗放人 媽爸 我今天呢在這兒 向你們二啊對嗎 我一定不會做出任何對不起安清的事情 這一輩子都不會 請二老放一排的信 陳老師 哎 陳老師你不會又把我給忘了吧 方可可 陳老師 陳老師 那我寫的詩您看了嗎 哦 這段時間太忙了還沒來得及 啊 您要是忙的話 我可以一邊走一邊念給你聽 現在有點急事要去處理一下 啊 啊 方可可啊 其實啊 在詩歌方面 安老師比我更在行 所以下次啊 有什麼直接可以去找安老師 知道嗎 還是不麻煩安老師了 陳老師 等您有空了 我再向您請教 同學 你的詩呢 我倒是看過了 創作初期嘛 難免會有效仿的痕跡 不過 以後多感悟生活 慢慢也會形成自己的風格 貴在堅持 我想提醒你的是 很多事情 不是說堅持 就一定能達成目標的 希望你不要枉費 安老師 謝謝你的點播 我記住了 陳老師 那你先忙 我沒有聽錯的話 他這是赤裸裸的 在向你宣證 你說哪兒去了 哪兒有啊 今天可是你生日啊 我專門訂了一家 五個王子曾經 特別的紅 我下了課就帶你去啊 不喜歡什麼王子 那就 找個機 哪有個遇見 你乾脆這樣吧 下了課就直接去上課 下了課 在這樣寒冷的冬季 安清被羽絨服 高嶺毛衣和秋褲包裹得 嚴嚴實實 而芳可可 紅色大衣之下是襯衫 短裙 在短裙和高筒靴之間 那光潔而修長的腿 與安清的秋褲 無疑就是少女和婦女之間的 歲月不饒人 下了 咋 啊 把燈打開 我讓你把燈打開 咋啦 以後生日別跟我過了 又老了一歲 沒什麼值得高興 誰說你老了呀 你在我心裡面 你永遠是我的女神 永遠都跟當年是一個樣子 請你活在現實裡好嗎 唉 你最近到底是怎麼了 怎麼了 沒什麼 我就是累了 心睡了 也就是在這一天之後 安清和陳然之間 像是突然發生了某種化學效應 而這種效應 卻是讓陳然 竟然 陳然心裡清楚 歸根結底 還是因為那些仰慕她的女學生們 雖然陳然一身正氣的保證我心永恆 但撲滅而來的 充滿著青春和激情的追求 與愛慕 就像抹了蜜的風箏 蜂庸般的刺向她們的婚姻 安清一開始是自信的 可隨著自己身體膠原蛋白的流失 這段婚姻的信心也開始流失坍塌 我看呀你們還是別再去撩陳老師了 為什麼呀 為什麼呀 你們不知道嗎 當時他們倆的愛情故事轟動了全校呢 是嗎 啊 怎麼了 當時陳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 向安老師表白 安老師不顧家人的反對 義無反顧的嫁給了陳老師呢 哇塞 我男生要不要這麼浪漫 哎 不過我覺得安老師看著 比陳老師至少大了十歲吧 這年紀學生也太大 對啊大到八歲 天啊八歲 你這腦腰活了嗎 挺小的 就是 不過你們是真的 還是有機會 就放下陳老師了嗎 照樣還是得找 是我 是我 終於是我的 哇塞 我男生要不要這麼浪漫 哎 不過我覺得安老師看著啊 比陳老師至少大了十歲吧 這年紀學生也太大 對啊大了八歲 天啊八歲 你不是趁腦腰活了嗎 啊 安老師 哎 你怎麼不帶電話呀 你家裡來電話了 說你媽媽暈倒了 剛不就回車送去醫院 慢點 哎呀 沒事的 這個寒假一過 我就該退休了 還是要站好最後一班崗嗎 哎呀 媽 醫生說了讓您靜養 你以為心肌梗塞是小事啊 這好好的 怎麼就進醫院了呢 怎麼才來啊 啊 這不剛下課嗎 媽她也好吧 哎 沒事的沒事的 爸 你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啊 哎 對了 嗯 寒假去英國進修的名 你抱著嗎 爸 我正準備 跟清說這事的 去英國進修 我怎麼不知道這事啊 還沒正式開始呢 李校長上回找到我 咱們跟我提了一下 還沒來得及跟你商量的 那既然這樣 就別去了 我還 emb 想去俄羅斯走走 你不是想在家裡邊呆了嗎 說還沒旅行計畫嗎 我現在又想去了 怎麼不願意陪我 不是 這次 進球機會真的很多媽都知道 對對對 是這樣呢 這次是李校長有先安排的 那晨然現在可是系主任呢 重點培養對象 那又怎麼樣 晨然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適度 哎呀 有什麼事啊 咱們晚上再商量啊 現在咱們好好休息 去到點睡 哎清清 你真是怎麼啦 那晨然這樣啊 這也是自我要求進步嘛 沒什麼 反正 請拿他去 我說你啊你啊 你都多大歲數的人了 還在耍小性子 是 我都一把年紀了 沒資格使性子 又是清清 你這是怎麼啦 你啊 我都想好了 今天寒假 就專心地陪著你 去吧 幹嘛不去啊 這次深造 對你將來生系主任有幫助 再說了 當了系主任 不是有更多的女同學 崇拜仰慕你啊 晴兒 咱們 是不是應該好好談呢 談什麼呀 你的那幫女同學嗎 安老師 你也是老師 曾經也有一幫 仰慕你的男同學 對 曾經 你能不能別像一個文人一樣 搖文腳子 你是覺得我的矯情嗎 我是這意思 是我承認 是有一幫女同學 還喜歡聽我的課 但咱們能不能 簡單地 單純地 去看待這個事呢 我原本 是簡單單純地 在看待這件事情 但是 當我像小偷一樣 偷聽到那些女同學的聊天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根本單純不了 你又聽到什麼了 他們在仰慕崇拜你的同時 我也成為了他們口中議論的對象 至於怎麼議論的 你不想轉述 陳老師自己不鬧 行了 你要知道 我愛的人是你 絕無二心 我不管別人怎麼樣 都不會影響到我 但是已經影響到我了 讓我心裡很不舒服 我就不相信 你面對那些有朝氣有活力有激情的女學生的時候 一點都不動心嗎 反而覺得像我這個年齡的女人 是什麼女神 你就是我心中的女神 一直都是 我在向你保證一遍啊 每天我去學校指示教課 就那麼簡單 好了 別想多了 趕緊把牛仔喝了 我去學校 我去學校 這杯熱牛奶 並沒有讓安親安下心來 反而讓她時不時的變得多疑 安父母也隨之退休 輪番進醫院 被病魔折磨的沒有昔日的盛氣凌人 反倒還需要陳然的照顧 而年紀輕輕的陳然 已經是系主任的博二人選 躺著 別熬了 趕上休息 我也想不熬啊 等論文年紀得發表 啊 明天再改嗎 沒關系啊 趁我現在思路清晰 你先休息吧 我想找你聊我天 聊什麼呀 不是都聊過了嗎 難道就沒有別的什麼可聊嗎 好 歹來 啥事啊 緊張什麼呀 沒緊張啊 你不是說要找我聊事嗎 好ggg 我 我们要个孩子 怎么那么突然 突然吗 你妈不是一直想抱孙子 那你都准备好了 今天就是拍老机 什么呀 什么呀 妈的 哎呀 我还没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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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 可能是太累了吧 要不 咱们早点睡啊 早点休息 哎呀 没事啊 哎呀 干好点啊 早点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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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安老师 你早上没客的吧 哦 我去图书馆查点资料 哦 哎呀 进哪去呢呀 如果你 你也爱我 擦肩而过时 请尽量靠近些 请到 我能感觉你的呼吸 你的温度 你的心跳 如果你也爱我 可以假装不在意 因为 我能感觉到 你在意的心跳 急促的呼吸 也能体会到 此刻 与你掌心交织的温度 放个棠壳 安老师 安老师你干什么 我怎么无耻了 寫出这种东西还不无耻 不是 什么是我写的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哎 不是你写的 什么叫你爱我 擦肩而过时起尽量靠近 进到我能感觉到你的 心跳 我都不好意思念 我再说一遍 这不是我写的 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今天我感到的 我做我一个学生 你可以这么不要脸吗 我怎么不要脸了 你说话住 啥事哪了 啥事 看你跟你的好学生 干了些什么 走 我去 就在这说 回家说 怕了呀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你跟我解释清楚 安老师你冷静一点 我没法冷静 就是我当年写给你的情诗 你怎么会忘了呢 安老师 所以说 我认为你应该向我道歉 那怎么了 我什么都没有做 他突然跑过来骂我 不要脸 说我无耻 你就应该跟我道歉 安老师 我请你向我道歉 路上开车上来 赶紧 按赚 嗯 这件乌鲁事件一时间闹得学校沸沸扬扬 当事人三位都成为了学校的话题人物 安清也焦虑地生了场病 借着病假也算是逃离这场风波 虽然子虚乌有 但陈然也因此被取消了系主任的竞选资格 你这么急让我过来什么事 我想告诉你我要出去实习了 是啊 时间过得可真快吧 一眨眼也都大四了 对啊 大学四年 我们尊敬的陈老师就躲了我四年 无事躲 上次那个事 我替安老师向你郑重地道歉 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 我就想问你 我送你的诗你到底看了没啊 我是说好了不提这个吗 你要再这样 我可走了啊 可那个诗里面可包含了我的人生和理想 说来听听 我的人生和理想全都关于你啊 你再怎么开玩笑我可真走了啊 你再怎么开玩笑我可真走了啊 好我不开玩笑 就是孩子 帮助他 一定会找到一个值得你爱的男人 会很幸福 币乐夜 有什么规划 我现在就先去实习吧 等我走了之后 学校里面这些风雨风雨都该停了 不想再影响你和安老师之间了 对不起 之前是我太任性了 也不能这么说 我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是我自己没处理的好 没事 陈老师你就是想太多了 我这个人随性的很 做事情全凭感觉 我完全没有什么计划可言 要是人生都跟着计划走的话 那多没意思啊 是啊 这也是一种收获的态度 挺好 哎呦 就这么一把老师又来查导吗 喂你在哪呢没在办公室啊 呃 我 我在图书馆查找资料呢 老板我的咖啡好了吗 咖啡 呃听错了不是咖啡 不是咖啡 你在图书馆是吧好我马上来找你哎别 不是我 我现在在其他地方我一会再去图书馆 陈然 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我现在就来啊我现在就来图书馆 咱们一会见好吧 我现在就来图书馆 我现在就来图书馆吧好吧就行 还没开始聊呢你就要走了 行行行不为难你 乔老师 保重后会有期 老重好好照顾自己 我请相信我好不好 我跟风格可就是道个别 到底还是跟他纠缠不清 陈然我都不知道你现在哪句话可以 相信哪句话不能相信 我现在是没抓到证据 如果我今天抓到证据了 你是不是就打算跟我摊牌了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是怕陈然 现在真的是变了 如果你现在有别的想法和追求 你坦白的告诉我好不好 人家方哥哥 就因为上次那个事情他觉得会影响到我 所以主动说要去外地实习 人家一小姑娘就跟我道个别 就我们在一起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 因为光明磊落所以才要骗我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今天我不给你打那通电话 你们还打算怎么道别 就喝了杯咖啡 仅此而已 行 是我不够成全 我向你道歉 安晴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你要相信我 好 既然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去养孩子 走啊 一切似乎归于平静 可为了生子的夫妻生活 让陈然充满了压迫感 安晴也因为焦虑 产生了严重的假孕现象 其实是更年期提前 安晴的心里变得越发狭隘 为了安抚自己 他不断地向陈然索取 甚至极端地用夫妻生活 来评判陈然是否真的出轨 而我本一心向明月的陈然 感受到的却是一副畸形的枷锁和皮鞭 彻底将它推向了无欲无求的勾曲之中 陈老师啊你觉得我那个论文怎么样啊 你可以 陈老师 恭喜啊 论文反显很不错的 谢谢哎陈老师呀 你不是早就没课了吗 怎么还没回去啊 我 我一会就回 啊那我们先走了 陈老师 陈老师 干嘛呢下课了不回家 瞎转要什么呀 我都给你半天了 安晴 我先有点自己的私人空间 我就三个步 三步啊 我陪你啊 就像咱们以前一样 去那边 干嘛说让咱们婆媳吃饭呢 怎么了 啊 我回家吧 回家吧 走 你等等我 哎呀 纤人 可是给他们长脸了 听说啊 新大本的论文 什么反响可了的 菜齐了 来来来 新大 这可是我 珍藏的茅台酒啊 今儿啊 咱们好好喝一杯 爸 我这酒量很差的 这酒别浪费了啊 这怎么是浪费呢 酒啊 小粥小粥啊 今儿啊 都是你妈做的你最爱吃的菜 那么多红菜啊 哎呀我是怕你们吃不惯了 哎 偶尔换换口味嘛没什么的啊 来 快吃吧快吃碗别凉了啊 吃吃吃 来吃吃 看我做的 手艺怎么样啊 嗯 香了嗯 土豬肉吧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哪个师傅 哎 怎么了怎么了 我我我去给他倒口水啊 怎么样啊 现在怎么样了 哎呦 哎呦 怎么怎么了 妈 我是不是怀上了 真的呀 那个也也有好几天没来了 哎呦 那太好了 怀上了 真是怀上了 好 啊 啊 怀上了啊 怀上了 那 那明天是不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 你明天不是还有个会吗 啊 这样 这样你明天你忙你呢 陪你去了 哎呀 哎呀 今儿可咱们 真得好好的喝一杯了 哎呀 真的怀上了 咱可就 急急升级了 是不是啊 爸 走 喝两桌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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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没有怀孕 那个立架推迟一个星期啊 是肋分泌失调 至于呕吐 应该是你心理压力过大 心理压力 医生 是的 你确定没有怀孕 你看啊 他的 HCG值是正常的 这是没有怀孕的 那个 嗯 如果你要怀孕的话 我建议你放轻松点 不要老想着这个事 这样啊 反而你试得起烦 要不我就先给你开一点 肋分泌失调的药 你先调理调理看看 不过你三十八岁了 你已经生过孩子吗 嗯 嗯那你得抓紧时间备孕 我这半年 其实一直都在积极备孕 就是 一直没回上 如果你备孕的话 像你三十八岁的年纪 我建议你 你跟你丈夫啊 都做一个孕前检查 医生 我女儿学校的年年都做体检 不会有问题吧 呃 这个 我认识的 她也有了 对 我都在眼前 油 我都在下 他都在家里面 我都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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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子里面 我都在家里面 哎媽啊清燃的 啥情況啊 聽咋不接我電話呢 啊他說他有點累了 他回家歇著去了 哦我估計他睡著了吧 那檢查的結果怎麼樣啊 啊是這樣的 清燃啊 醫生說 他壓著了 他壓得有點大 這次沒懷上 不過醫生說 他只是內分泌有點失調 給他開了點藥 調理調理就會好的 那個 我知道 你平時工作有點忙 可是呢 你還是要多關心關心的啊 還有 你們倆一定要加油哦 哎哎哎 啊好好 陳老師 陳老師哎哎哎陳老師 我們現在要去找你呢 你在這幹嘛呀 我等你們安老師 陳老師我們不是快畢業了嗎 再加上今天有同學過身 所以我們就受了對局 邀請您去吃火鍋開歌 那 陳老師你就去吧 我們知道畢業了 機會難得嘛 要不師母也一起 啊 我今天人有點不舒服 要不 阿老師 給陳老師放個架 讓他跟我們一起出去放鬆放鬆 要不還是算了吧 沒事兒 沒事兒 你去吧 這段時間也挺忙的 難得 跟同學們出去放鬆一下 就是呀 陳老師你就去吧 晚上我們等你啊 好 我們走了 老實再見 哎 你 要是不願意你去 我就困了 那你剛才怎麼不拒絕 反正回家也是跟我大眼瞪小眼的 多沒去啊 也不是跟誰出去單獨約會 我沒什麼不樂意的 就是有點累了 你先走 我送你啊 不用 忙你的吧 誰還不要點自己的空間呢 是嗎 哦 我總算學會的 你如何去愛個心 早已有心 消失在原來 後來 我從此眼淚就不待 若是 你的錯過就不再 來來來 我請你 咱們敬一下 陳老師 感謝我們 四年以來 對我們的教導 好 應該的應該的 哎呀 咱們慢點喝慢點喝 我這酒量不好 喝多了 那就真不好了 喂喂陳老師 哎 這下班頭呢剛剛開始的 別吵氣 來 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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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呦 哎呦 李家演 九點了都 哎陳老師 咱們可都沒聽你唱過歌呢哈 哎你要唱什麼 我們給你點 就是啊 來唱來唱 好 哎今天難道那麼開心啊 我就唱一首那個 嗯 愛語哀愁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快點好 再給老師給老師 來 哎呀 先愁了先愁了 來老千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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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睡呢 別碰 還沒睡呢 哎呀我今天都喝了幾杯 怎麼這麼高興啊 我就回來晚了 對不起啊 哎 哎 對不起 你對不起我什麼樣 嗨 啊 什麼 什麼 我哪兒又變了 你就是變了 我就是回家晚了嗎 我就是多喝了點酒嗎 我怎麼就變了呢 哎呀 你不說了什麼 我只希望呢你 你能夠給我一點屬於我自己的私人空間 你現在看見我 是不是特別煩啊 怎麼連家都不想 每天跟那些女同學們在一起 你又亂說什麼呀 怎麼又女同學了呀 我胡說 我胡說 連電話都是女同學接的 你什麼時候給我打電話的 啊 啊 這人呢 我一直覺得 你是一個很有自信心的女人 你不要忘了 我當初留下當老師我是為了誰 我為了你 你選擇 反倒成了我們之間的障礙 你由小當老師是為了我 但是你自己不是很想說這份職業的 每天被那群女同學們圍繞著 心裡特別美 我真覺得 你寫你的思想 我叫我幹嘛 是我說到你心坎裡面去 我問你 這世界上 有什麼職業是不跟女人打交道呢 這個社會 除了男人就是 這次爭執之後 陳然也變得郁郁寡歡 甚至不願意和別的女性有任何的接觸和交流 每天兩人在家更是氣氛壓抑 陳然也會和安清溝通 可溝通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安清依舊深陷自己的思維裡 叫這兒 哎呀 你們是不是真的老了 看你爸 平常連感冒都不得的人 這兒說住院就住院 媽 別想那麼多 我爸這不是小毛病嗎 也是 你們平時啊多注意身體啊 哎呀 我的意思呢 是你們趕緊生個孩子 要不然再過幾年 我和你爸呢 真是帶不動了 我也想懷呀 這關麥懷剩嗎 要不 咱們做個全面的身體檢查吧 那行 我給陳然打個電話約十幾 我的意思呢 你先自己做個檢查 這個事呢 我自己有點私心 你先偷偷的自己做個檢查 萬一是你 安清 我記得你沒有生過孩子是吧 嗯 那你以前意外懷孕過沒有 也沒有 醫生 怎麼了 情況 不是特別好 想懷孩子的話 有些難度 嗯 不過你也別擔心 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 只要你積極配合治療的話 安清偷偷看醫生 診斷出了自己很可能不孕不遇 這讓她更加陷入惶恐之中 她認定自己這個陳然眼中 昔日的女神 並將成為氣婦 安清夜夜難昧 越發憔悴 她甚至不敢將事情告訴陳然 隨之也更加緊張和陳然之間的關係 好 寶寶乖 去找爸爸 爸爸在前面等我們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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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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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啊 我的孩子 啊 怎麼了啊 啊 怎麼了行啊 怎麼了 多夢了啊 哎沒事沒事沒事啊 我就是個夢 沒事 有信息 不用管他 垃圾信息 你就给我看一下吧 不用看真的不用看 垃圾信息 睡了 又忘了關燈了 哎 哎 哎 來 昨天啊校長專門找過我 讓我為學校再寫一篇論文 挺好的 一短信 你又有什麼垃圾信息 車輛 借了時間嗎 我們去看電影吧 今天有點衝突 我約了個學者啊 有些事情呢 要向他探討一下 可能一會就過來了 電影咱們就改天吧啊 差不多該去了 那我就先走啊 慢慢吃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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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个好呢 別哭了 別哭了我 咱不早做處理呢 孩子都五個月了 我害怕 陳老師 你說我現在該怎麼辦啊 我不想這件事情被別人知道 孩子是 我再幫你想想其他辦法吧 嗯 嗯 誰啊 誰啊 啊誰啊 出来 你听我说啊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你你听我向你解释 真不是这个样子 事情就是这样 孩子不是陈老师的 是我去实习的时候被人骗了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 所以只好找陈老师帮忙 我想让他陪我去医院 真的是怎么一回事 这几天的信息 是方可可发的 我是怕你有什么误会 所以我不敢跟你说 陈然 到今天了 你还在说谎骗我 我们夫妻结婚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应该坦诚一些 方可可 我刚才情绪有点激动 希望你能理解 是我不好安老师 我不应该忙中的来找陈老师的 对不起 之前吧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误会 方可可 他为了照顾大局 就去了一个很不靠谱的地方实习 所以人家现在来找我 我不好推辞 那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那个人就是个骗子 现在人也找不到 据我所致 被骗的人不止我一个 那你报警吧 我不想弄得人尽皆知 这个孩子 你 那 陈老师吧 他 毕竟是个男的 你们又是师生关系 他陪你去医院 万一被人看见了 影响不好吧 如果 真的打算不要这个孩子 甚至 孩子这个事情 你一定得慎重的考虑 有完老师陪着你 会比较好 你觉得呢 那麻烦安老师了 不好意思 又给你添麻烦了 安清怎么也没想到 方可可会在一年后 再次出现在他和陈然的生活之中 可安清心里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接受 方可可和陈然所阐述的事实 医院的瞬间 其实内心 正有着一个可怕的念头 你先小睡一会儿 等会儿的检查可能有点多 我咨询过了 要做完各项检查才能安排手术 麻烦您了 喝点水吧 这可是你们陈老师亲自给你做的 谢谢 请你しい 你什么时候 我wak 你是不是 有什么时候 点 适音 我 我 另一 我 我 喂 喂 這個 客戶那邊現在什麼情況啊 哦 他正在手術呢 你不用擔心 辛苦你了啊 嗯行有什麼事 回去再說吧 可可 你醒了 來 喝杯熱牛奶 啊 老實 不是要去醫院嗎 怎麼在這啊 這 不好嗎 嗯那這是哪啊 丫頭 跟我說實話吧 什麼實話 你和陳然 真的那麼狠心嗎 真的要把這個孩子打掉了 阿老師你再說什麼啊 肚子裡的孩子 就是陳然的 不是的 我們不是都已經解釋過了嗎 不是陳老師的 沒關係 我會怪你的 做事情清考 你 你不是一直喜歡陳老師吧 你們倆 你在什麼時候開始 不是這樣的 是個好人呀 做巴掌拍不下 承認也有責任 啊 啊老師 聽我說 這個孩子真的不是陳老師的 對 我我當初 給陳老師寫情詩是 是我 啊 啊 我們現在 給陳老師打個電話吧 讓他來解釋一下 電話在我這兒 安老師 我我求求你了 你別這樣行不行 可可 為什麼你們敢做不敢承認呢 你們是無恥 肚子裡的孩子是無辜的呀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殘忍 老師 我都已經給你解釋過了 你要怎麼才能相信我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們是不是想傷害你 所以才要把孩子拿到 如果 如果你真的覺得虧欣我的話 你就把孩子生下來好不好 生下來 對 生下來 送給我 啊 救命啊 來源救命 救命 我能把你弄在這兒 怎麼可能輕易的讓你逃出去 這到底是哪兒啊 這兒 這兒早就廢了 大冬天就更不會有人來 謝謝 不是 不是藥 不是藥 老師 你冷靜一下 這個孩子 真的不是他 我是被騙了 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我請求求你了 你不要誤會陳老師真的不是他的 我早就知道 在外面有人了 但那個人不是我 不是你 害怕什麼 我 有時一直都喜歡陳老師 你那麼美 這麼年輕 這麼漂亮 陳老師喜歡你 你可以理解 我求求你可憐可憐 我知道你並不壞 你 你也不想破壞我的家庭 我求求你 把孩子生下來好不好 不是你這樣的 我要怎麼說你才相信 那真的不是這樣的 我真的不會怪你的 我現在就是想求你 求你把陳然的孩子生下來好不好 生下來給我們敷養 我保證 我保證對他事如己出 我發誓 我發誓 簡直就是瘋了 我到底要怎麼說你才能相信 事情不是這樣的 不是陳老師的 是 是要瘋了 我都這麼恨求你了 還是鬼靈靈 方可可我告訴你 我是不會讓你把孩子打掉的 如果你要是不配合的話 我就把事情捅出去 讓你們兩個都沒臉見人 不要逼我 我都不defined 先冷靜一下 先冷靜一下 這件事情 我們再好好商量 我現在 特別想上廁所 你能不能讓我去上個廁所 你知道的孕婦憋不住尿的 我求求你 你讓我去上個廁所 沒關係 從今天起 你的吃喝拉撒 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伺候 你簡直就是個瘋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明天再來看你 不過 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免得一失兩命就不好了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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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還是不放心 手術完了 我就給他安排了住的地方 另外醫生說了要好好休養 所以 明天我給他燉點湯送過去 還是你想的周到 就是 會太辛苦 你就沒有 給他打個電話安慰一下 遇到這個事情 我為大老爺們 還不知道說啥 你放心吧 我呀 不會再跟他聯繫了 免得你 又不高興 你能這麼做 真的很大度 真的不聯繫了嗎 這不由你看了嗎 明天的湯我來燉 你別太辛苦了 要不 要不 你明天跟我一塊去吧 不了 我明天還得備客呢 我回書房子好了 你別太辛苦了 不喝 快喝點 不喝 你喝了還有還有營養 不喝 你 你 你就是個瘋子 你 你就是個瘋子 你會不會整個都對你這麼吃虧 但我喜歡你這種俗女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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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亲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打算暗中囚禁方可可 带齐生长后带走孩子 但方父母见方可可失联报了警 警察通过方可可的联系记录 很快警察到了陈远这里 他恢复得很好 恢复得挺好的 过两天就该回老家了 你把他送过去的时候帮我带个话 让他保重 嗯 走吧 你是诚然吧 啊是我 认识方可可吗 嗯 我们接到方可可父母报案 方可可失踪了 是是是做 他 他活该 他活该 我 我 我這是救人的我不是害人 那孩子也是一條生命 那是一條命 你在說什麼 你吃方可可嗎 跟我們走吧 方可可被警察解救 安清從這開始就神志不清地念導 經過醫生的診斷 安清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和心理壓力導致的精神混亂 無奈之下 誠然只有各方找精神醫生 替安清治療和做心理疏導 而方可可也做了自己的選擇 打掉了孩子回到父母身邊 我來看看 我們在家裡 打開 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